HALLO 你好 我是黃標聖鬥士 來斯 今天要介紹這款遊戲啊 也是所有角色的年齡都年滿18歲的一款遊戲 這款遊戲叫做Cat Girl Lv2 故事是在講述 我也不知道故事在講述什麼 它雖然有繁體中文 但是只有介面中文 而且還積翻了故事內容都沒有中文 不過大家也不用太傷心 因為沒有什麼故事性 這款是由CuterAnime Girls開發的一款寶石三霄遊戲 那這款遊戲基本上我就直接講 原價45塊 打折後售價升了3元 我自己是不太推薦啦 雖然我本身也是喜歡玩三霄遊戲 還是真的有點喜歡 但是這款的三霄節奏有點慢動畫也太久 它就真的是很基本的三霄 然後旁邊有一個Cat Girl可以一起玩 在每進入關卡前面 會有一句到兩句的劇情 哇天啊 只有一兩句話不如沒有啊 那想當然在玩的過程中 隨著你的分數越高 旁邊沒有貓兒的Cat Girl 衣服就會BANG 不見 那我一直沒有弄懂 為什麼沒有貓兒 沒有尾巴的2D角色 要叫Cat Girl 是因為Cat Girl的賣相比較好嗎 既然賣相會比較好 你就真的做個Cat Girl出來啊 那遊戲的步調是真的有點慢 而且每一場都會給你一些方塊限制 你需要解掉方塊附近的三霄 才可以漸漸破壞方塊 這樣的設計其實並不少見 但是每一關你大概都10-20個Move可以動 還不一定有附近的方塊可以消 所以絕大部分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策略性可言的 同時因為它一星二星分數要求並不高 你不用管那些方塊也是可以順利過關 但是三星的要求實在太高了 可能二星只要200分 但是三星要1000分 在有限制Move的狀況下 就算是運氣好也不見得可以達成 而且作畫品質角色設計和對話內容 我不知道是我年紀大了老了還是看多了 還是它真的就做得有點爛 不要說用了啦 我怎麼頭到尾都硬不起來啊 黃標聲都是啊 偶爾也是要打打雜魚 並不是每一位都是可敬的對手 值得一戰的目標 所以既然這一片這麼不值得買 為什麼要介紹 是不是在騙流量啊 嘿對沒錯 短短的一片很水騙個流量 不過換個角度想啊 這樣你們是不是就知道這片的水平 遊戲性跟觀賞性至少要出一個嘛 但是你沒有買你怎麼知道這兩個都沒有 難不成真的要花了錢買了 花了時間玩了 褲子都脫了 才知道沒有觀賞性嗎 不用嘛 很簡單 訂閱萊斯一下 快速看個影片就知道有沒有啦 好啦 我是萊斯 謝謝你看到最後 大家掰掰 謝謝 那我們